5号等人恐怖的发挥 令萧炎队接下来的比赛多了一分谨慎 临时改为大混战的最后一轮淘汰赛终于开始 身披一火的萧炎依靠脱离玄中尺的急速攻击 力压强敌白山 胜利在望之际 萧炎竟突遭晋级危机 萧炎 看见你了 连老天都在帮我 萧炎哥哥 你放心进击吧 我会拦住他们 我会尽快 你若是想来 尽管上 我不会再有半点留守 萧炎学妹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萧炎正在突破晋升 一旦她晋升成功 实力又将大涨 到时我们各自为战 断然不会是她和萧炎的对手 难道你们想看到萧炎实力大增赢得前五 在进入藏书阁赢取奖励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她的对手了 若她变得更强 我们就再无赶超的机会 别忘了 萧炎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趁现在萧炎没有反抗之力 我们合作 把她拧出局 好 跟我一起上 你是我 难得 怎么 想联手 萧炎 你放心 我可不会伤让你的 只是想把你身后的家伙撵出去 没错 还请萧儿学妹暂且避让一下 你们尽管来试试 萧儿 你让开 别护着你家伙 三大一 卑鄙 他们也不算违规 希望萧儿能扛过去 只要萧炎竞技成功 一切变好了 目前啊 你这新模式漏洞太多了 连三大一也出现了 哎 规矩之下皆为立法 只要他们没有违反规则 我们就无权干预 就看萧炎自己的造谎了 希望吧 动手吧 不能再拖了 不然萧炎很快就会晋级成功 萧儿学妹 抱歉了 今天这家伙必须出局 动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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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光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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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絮儿学妹多久重手了 太强了吧 絮儿让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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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 哎 哎 小兵大斩 薛儿学妹 抱歉 这家伙今天必须出局 薛儿 白山 你敢伤她 我只想对付萧嫣 是薛儿学妹自己为了护她而受伤的 这怎能怪我 不必假信心 白山 今日你若是能毫发无死地离开比赛场 我相信要就此离开嫁男学院 薛儿这是 薛儿 薛儿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吧 萧嫣哥哥 他们可都是五六星大斗士 放心 今天若是你们能够安然无恙地走下擂台 我萧嫣从此不再踏进迦南学院半米 口气倒是不行 就算你现在晋升六星大斗士 想要你一敌三 我看你是自取其辱 薛儿受伤并非我本意 打败你后 会让白山付出代价 也算我一个 不劳费心 等打败了萧嫣学弟 我自会退出 向薛儿学妹赔罪 现在说这些 太晚了 天武三全变第一重 星连变 斗灵强者 那萧嫣应该是使用了某种能够暂时提升实力的秘法吧 现在的效率 怕是已经具备了斗鸣使命 不过看白山三人所施展的斗技 明显也并非是普通之谋 这比赛恐怕有些僵持 我看我一笔啊 薛儿叔的伤 我要你们加倍偿还 好家伙 这硝烟究竟施展什么恐怖斗技 竟然抢动这种地物 五号 胡家 给这个自大的小子一点颜色瞧瞧 这凹 自动无法荒 取斩 幽默毒蛇疼 向阳哥哥小心 去吧 我怒火怜 我怒火怜 这个家伙真是变态啊 向阳哥哥 按道理来说 两种火焰叠加产生的威力 应该远比现在的强大才对 难道 没错 若不是萧嫣刚刚控制了 这恐怖火怜的威力 恐怕畅下这三人 萧嫣呢 看来她已经被能量爆炸 埋在废墟中了 萧嫣 萧嫣 的确很狂妄 不过却没什么好下场 该死 早知道不该替你煽动 这萧嫣 我们根本惹不起 她很强 比我们都强 再常用得如何 在我们三人联手一击之下 她就算能活下来 恐怕也要断搁不断腿 这是替勋儿还你们的 若是不服 随时奉陪 随时奉陪 奉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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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吧 馨儿哪有这么弱 皮肉伤都散不上 不知道这淘汰赛 现在可算结束 如果不算的话 我还可以继续 算 当然算 当然算 我宣布 此届内院选拔赛 到此结束 前五强诞生 分别是 吴家 白山 吴昊 萧勋儿 萧炎 好 好 好 没想到 萧勋儿竟然很强啊 好 萧勋儿竟然很强啊 赢了 赢了 今天的耻弱 我白山定要你百倍偿还 萧炎 你给我等着 那 这个混蛋 下手这么重 真不是男人 萧炎 萧炎 你很强啊 我相信 我一定会超越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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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